救国团花莲终身学习中心配合了108课纲成就每个孩子 适信适才终身学习 规划了110年小小博士东令儿童研锡营游鱼游戏 推出了一系列寒假的儿童课程 要让小朋友在假期当中也能够有所收获 读到了让所有小朋友们欢呼的寒假期间 救国团花莲终身学习中心配合100元8年课纲 成就每个孩子适信羊才终身学习 规划111年小小博士东令营儿童研锡营课程 花莲救国团的东令营也随着小朋友的寒假也开始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有规划就是绘本制作 然后也有小小城市设计 那这次的城市设计呢也是我们这次救国团的最新的课程 那就是要带领小朋友呢去做一个 利用程式来去制作一些小的手作的东西 那可以让他们带回家让家长看到说 这次今天的课程是非常的不一样这样子 小朋友表示由于活动设计相当的活泼 让他们可以就是收益良多 今天早上制作绘本的时候有很多人吵吵闹闹闹 但是但是我做的很但是我做的绘本我感觉我自己做的很有趣 然后今天要做一个要做一个在纸上做的灯灯路 我觉得很有趣 我原本完全不知道的道理全部都跑到我脑子里面了 而课程包括绘本制作让学童们发挥想象力 制作专属自己的绘本 自然野气DIY带领学童们认识各种野菜 搭配作画陪伴孩子们观察力 花园中生学习中心为孩子们打造多彩多样的学习环境 引起将全面提升孩子们的人际沟通以及智能的发展 花园中生学习中心陪伴孩子们一起成长 进步丰富多样的课程 在寒假期间给孩子们难忘充实的回忆 记得喜欢你 欢迎收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